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香港变论超级联赛实规赛 今日的变连是 甲方在香港不今的经济环境 青年创业更正于打工 调方在已不今香港经济环境 青年打工更正创业 本次比赛是有商业体制度 而对赛是双方为甲方丁华师员 愚方天主救城区丁华师员 在香港介绍双方典华 首先是正方主见雷真杰 正方第一副面黄启中文 正方第二副面黄卿同学 正方第二副面黄卿同学 正方叶双方典华师员 正方叶双方典华师员 广阳语一部或加上统一同学 用法广为夺高第二 同学 港广实列域后面黄一A同学 港广而华师员 和福 Tatian 谄教一背对穿 outer空 港广实列院黄美恒同学 我们很高兴 drop estos fox 12 10 我们很高兴邀请了三位 tabs 位我们跟班农泰蔡斯语珍 他们分别是曼司中学院举云 四难点 ακост言 德蘭中學評論理負責導師 張大聰老師 香港中文大學院議院議前領長 陳其康先生 郭德成的評論理教員 陳其康先生 郭德成的評論理教員 陳其康先生 不好意思 同類叫誰 郭德 郭德 王德 本場比賽芬圍公園主便一負二負自由電路及劫電路的環節 發言時八人四三三四公園周圍每光兩分鐘 自由電路周圍每光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兩結束前三十秒就一負一負 到時就有兩斤人住 超時上五秒周圍的尾下 陳世蔡威之前已發報給各三所學校請問張家的觀看 我的學校早先請教方向主便發言 還有十分適用 請問第四年次 主席評判在兩位大家好 七八十年代經濟以工業為主導 由於技術以及知識水平要求較低 年輕人沒有學歷堪博 容易找份好工 人口少加上回歸移民朝下 香港現地黃金向上流動亦較容易 單時以西易 現時香港面對全球化的競爭 加上經濟轉型為知識型經濟 機會不像以前來得那麼輕 即使你是大學生 隨著高等教育土格化 在職場上已經不再是淺資嬌子 可現今經濟環境比過去多片資源 機會亦變得更加少 雖然是這樣 但近年社會都不為余力支持年輕人創業 例如政府的青年事務委員會 有青年發展配對基金 上以財政預算案 在科技園公司成立2億的科技企業投資基金 另外再半款8億支持各家大學進行科研 而不同私人公司更有不受基金支援的初創公司 雖然市場調查公司Laura Consulting 2017年訪問本港青年 表示這麼半都有異創業 可異創業以成打工異格外的出路 再看定義 政府統計處定義青年的年齡為15至24歲 所以討論辯題便要審視這班社會的新鮮人 應該選擇安穩打工還是勇於創業 那方支持辯題便有異議 第一 創業討論成熟 機遇處處 現時科技進步 創業門檻低 一部手機便可以似乎自己的粉絲專業 做網絡紅印 而想選科技的社會各界都有為創業青年提供支援 營造這個有利創業環境 這方面不同的青少年的創業計劃 政府方面有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向陸所本地大學提供每年最多2400萬港元的資助 升資創投計劃提供5000呎的地方 作為辦公室 檢書FB3計劃 檢書主管人員會為新創企業提供專業的意見 以上種種的計劃都可以為青少年提供所需要的資金 其實我即是任務方便所需要的資金 以為大大減初創的門檻 創業在為甚麼是燈天藍絲 創業成功可以改變社會 好像2013年的Google Run 五個青少年希望創立新式的運輸服務 至今日市值已估達23億 成為香港首個獨國售企業 改變整個行業的生態 由此可見 在現時有利創業的環境下 無論你想成立自家的工作室 亦希望開拓新興產業 創業都有無限的可能性 第二,打工待遇不穩 創業習慣更廣泛 現今香港經濟環境對於打工仔 越來越不由善 智庫生青年論壇所做的研究 就演示大學學歷畢業生的人 都隨時下降 就以93年為例 起床點是22,000元 而來的三年就大列至18,000元 再看扶貧委員會的數字 都演示比對六年的數字 大學畢業生的起床點 考書通脹 甚至月入總是2,000元 人工低 一早晚機會一樣多 上網絡討論區 也有不少畢業生存股 打中了復工 學不到東西之餘 更可能被老闆剝削 相反 創業雖然起步難 但起碼做什麼都是自己決定 而得到的技能力 都是更多更廣泛 想像一下初創工才人口少 老闆是你 員工也是你 一個人由財務任力資源營銷 由一腳踢的時候吸收的經驗牌知識鏈 自然一單工資做的齒輪更加高 再想問有望如何確保打工或習到的東西 比創業確保的東西更加高 恭喜各位 速度都要的 6分之9秒 無超次 無車後から無限 現在 到達5分之9秒 還有4分之9秒 很足夠 可以向你重視 各位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一科男人的論點是說創業有各方的協助 但慎事不下,這些幫助在打工同樣都有 例如是職業培訓等等 所以今日一方根本沒有做好比較的工作 儘管清源,打工的本質低風險又穩定回報 創業高風險回報不穩 要直接比較兩者作為主要工作 而收入來源實在難增高低 今日討論必然要靠感辨題裡面的兩個比較重心 譬如是現今香港經濟環境和青年的特質 分析經濟環境從雲觀指標入手 根據統計鑽資料 本地的就業總含指數按延上升 反映就業市場向好 就業機會有所增長 加上近年勞工政策日漸改進 令最低工資的調升、產額的落實 令到就業環境變得理想 但同一時間,本地物價高起 生活和經營成本高歸國際前列 英國經濟學人 2019年的全球生活成本調查報告顯示 香港生活成本全球第一 反映百物騰貴 再看青年,發子月十出頭至三十歲 一班在學或高科畢業求新社會的人士 正因剛剛步入社會 普遍都有三缺 缺資金、缺職場經驗、缺社會人物 總之他們有時間 但正因為青春何貴 更應謹慎選擇 而非衝動抉擇 所以衡量變題的準則在於 創業和打工何者更能在現今時代下回應青年三缺的特質 香港的政策都加增近新金開支 所以香港科技創新創業白療書顯示 在香港現今物價高漲的環境下 香港創業成本為全球第二 缺乏資本的青年要創業得兩個選擇 要是藉此應付廣大開支 但這件事會進一步增加創業風險 後果難以承擔 要是問政府或私人介面支援 但青年創業政策關注早做的調查顯示 受訪者對於現時政府提供的創業政策 十分換分計 或者得約三分 可見青年創業路艱難 所以對於一班缺乏資金的青年 無管打工 從比承擔高資出感創業來得優勝 二 從收穫而言 打工良準保障多 創業回報未知數 青年打工有著累積財富 寶貴的積極物和經驗 加上作為打工仔 政府有著一系列的勞工政策保障 強積金也有創主工 不同公司都有不同的員工福利 例如餐飲業會提包用膳 打工時有醫療福利 工媒更加有房屋津貼等 在白麥同位的香港 這些補助有著青年自散開支 有著累積財富向上流動 板工創業 由於青年人缺乏人物和經驗 會出現經營不成熟 香港青年創業家 總商會主席 漢海祥子 青年創業家用錢的方式 和風險管理概念教約 城市大學 商學院一成的調查發現 超過七成的青年受訪者 在創業前 對商灣行業的 商灣行業未完全了解 已經創業的受訪者當中 僅僅只有兩成是有盈利 兩成收支平衡 但超過四成是經營困難 甚至是賭櫃收場 比較之下 青年可以在有保障的 大工環境下 累積資本 在創業裏面分析的 只是經營困難 容易盜竊失場 打工禁止籍後 作為商問有科 香港創業圓民組織 青年創業軍 16年的一行調查發現 初創業經營 兩年後的傳媒率 只有1成左右 商問有科 缺經驗 缺資金的青年 創業傳媒率 會高過 還是低過平均呢 就是個位 大工主席法律時限為3分45秒 補消性無心救救 接著是工辨的環節 工辨一方法律自由 挑選鬥光都可以 並打斷對手法律的 平均上發言 評判可持有 決定是否有科分 請問商法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 田仔公平根授時 請留特別留意田仔數字 特別是教育方分子 第一格 依此發言順序 是回甲分數 第二個才是發言生數字 好 現在政法屋自由派出 優惠便宜的空間 請問你時候選擇政法優惠 請請右方移庫 請問右方同學 請問右方同學 他主意講到現在打工還有報告 右方看到現在很多公司都裁員 右方全體 所以右方今天就是在說機率的問題 右方呢 右方呢 我說現在的裁員問題很減重 17年國太總部裁員 了600個總部的月份 右方全體 所以右方就是不明白 就算真的有裁員問題 所以右方呢 所以現在打工的環境 右方的律政 不會有多穩定 600個裁員 然後我們再請一個例子 23歲的Wilson 他讀法律題畢業 但是他選擇不做律師 反而開廠印刷公司 印卡片 他現在每個月賺過百萬 想問右方同學 對比起律師 那些創業學到的技能 是多了還是少了 但我先別這麼急著 我正在解釋你剛剛的問題 不是有個同學 我問你多了還是少了 但我先解釋你之前的問題 你慢慢來 我方說是整體的環境下 大功能更加有保障 因為他有最低工資 徵分 不是 你跟我們說人工 我跟你們說 1993年的人工是28,000元 現在2013年的人工 最低技薪點是多少 是剩下18,000元 所以人工越來越低 發展空間小了 向上流動性都低了 唯一升就是 有方自己所說的 通脹和工時 所以這樣的工作環境 請問 最拼人 是否最好的發展 我方明白 起身點極高與低 跟健康有甚麼關係 現在我方有 有方同學 所以現在不單是 財源問題嚴重了 而且人工都低了 這樣是否對青少年最好的發展 但是有方同學 你需要 不是有方同學 你不如回答我 不是我回答你 你慢慢來 我方今天看到的是需要比較 有方同學 你不可以單只是看一部分 比較好 我方和你慢慢比較一下 現在創業可以開迫新天地 新型產業都興起 創業門欄低了 就這樣看 政府已經有十一種不同的基金 去資助青少年創業 甚至有NGA計劃 可以付出一百萬的青少年 問有方怎樣難創業呢 有方同學 你不論是成效 有資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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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是你未來講到成功的例子 明白 有一個方同學 有個富士 他做印刷 做印刷 印刷 現在五個月 有過八萬多個COVID 謝謝 謝謝 請問請 任 remo,早晨 請問你和他青年是 剛剛畢業出來社會那班人 早晨,但任 fore Lee 我認爲 任ero知道 최근وا想高興ир以前 剛說出社會大家 擁有代理學生 有沒有對 sniff 不是啦,我和你講一句,現在有很多 很少,我會知道,普遍上,先不要理你那些政策 他們沒有管治他們,本質上是沒有管治他們的創業 所以你說政策有政策支持,我和你講的數字 原來創業者對政策的評分只有三合格 你問這個成效呢? 你的數據怎麼來呢?我看不到 數據呢?仿萬國青,創業家二百多個 創業家和你講的評分分只有三個 然後你質疑到這個數字 問你有沒有成效論證的成功是有多少個呢? 有一方同學,我和你講的數字 我剛才和你講的,Will Sir 所有的一方,例子只有一個就是Will Sir 但Will Sir你沒有假釋用基金成功 而今日我方看到整體文本的數字 就是九成的創業,平均是十八 這是我方整體的數字,有可能沒有沽來 你和你做比較,所以成本是有分後知道 但我問你,你覺得創業成本越高 對清潤的創業是容易還是難了? 不是啦,創業成本越高了 我剛才和你講又會有基金 所有基金,但那些基金沒有用你 你都論證到成效,我問你 我問你,創業成本越高 那些清潔的創業難度容易還是難了? 不如我們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所以現在同時,有方都論證到 現在是用人工低了 然後還容易被人抄 上一波來沒有討厭,我會試聽著 但那時候我會講的是創業 上一波來知道,原來創業成本越高 對清潔來說,它的創業難度也是越難的 所以我問你,現時原來香港的創業成本全球第二 勞工成本全球第二的時候,這些是難還是容易? 有基金資助 接著我們再看 其實呢 所有的方法一直說 它知道成本很高,清潤的負擔 但一直就跟我們說資助 但資助呢,它無論是成效 所以成本上創業是差度打工 所以我問你,再講回報 原來你的創業失敗的例子佔九成的仇佑 你怎麼解釋? 有方說是九成,有沒有一個失敗的例子舉到給我方? 說了,意思呢 我們電話王祖堯跟你說 然後他創業之後 他虧了百萬的不是失敗的例子 所以整體九成跟你論證 想問你,九成的失敗是大還是小呢? 有方同學,王祖堯不是青少年來的 不要混淆的事 王祖堯是青少年,不如成大工商 學會不如出來發青少年是甚麼 明白你的標準是甚麼 所以風險上,是否同意九成失敗是風險高? 有方同意九成失敗是風險高 所以成本高 風險都高的時候 你只要跟你說 怎樣可以令青少年發展得好些 想問一個成本高 風險有高的事 是否對青少年來說是最好呢? 不是 現在的青少年輸得起 又不是 為甚麼? 因為輸得起 所以有方後 工業為止壓長度差 各位 請問我來 現在風險文字結束 輪到正方的第一途 只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 主席 評判 上座角 各位大家好 聽完有方主編紅工的環節 他不停地這樣說 現在打工很穩定 我方看到現在很多公司都財源 甚至最大型的航空公司國泰 從2017年總部財減了600名員工 連滅峰最賺錢 每個都最想入的投資銀行報 請的都是最頂尖的大學副業生 今年都已經炒了50個人 所知有方主編所說的穩定根本就不是理所當然 不妨再提深入些 有方所說的穩定其實是些甚麼呢 不過是些無風無浪 平平穩穩 最好容易上手 重複升高 準時收工就最好 但至今世代其實隨著科技進步 很多中作都有機會被取代 有方說的穩定根本正正代表 韓業容易釋離 世界經濟論壇就發表報告指出 2020年各種職業將族節被人工智能取代 其中包括一些很穩定的工作 好像律師陪計師都完全有可能 反而只追求安人 在這個多變的社會才會不進則退 沒錯 七八十年代 因為本身人口少 坑坡的就算打笨牛工 穿假花都可以上樓做廠長 但物轉聲而現今經濟要靠不同 全球競爭大了 行業變更多了 年輕人用上一代的思維 根本就不能夠上樓 創業做的正正就是突破公有框架 在多變的經濟環境下 創造一條新的出路 反而說到尾 尤峰就擔心創業風險很大 但其實一個剛剛畢業的年輕人 他們身上不會有任何包袱 他們不用供樓成家立室 所以更輸得起 而且創業失法 是否代表一無所有呢 正因為創業有方都會說 得很緊絕的資源 所以才不是一個人要奮鬥到底 由商業拓展宣傳工回去到財務策劃 全部都要一個tex搞定 而22歲的Jason 去完旅行就不發其想 覺得自由行旅客拖劫 妖民又不方便 就成立公司 照著旺區的士多茶餐廳 將閒置空間出租 方便遊客寄存行李 由零到有 由得兩間合作夥伴 到現在已經有超過70間加密店 又開始拓展海外的網絡 通通都只是由Jason一個人開始 這些經驗 正正就是要趁年輕職類 等於不同大企業都高度賺獎 有這些經驗的投資者和投資者 如梅峰、聲展銀行、新世界地產 都專門招聘有太多經驗的人家 由公司幫他們創新業務 十字數碼說 方學員都舉辦不同基金配對計劃 有導師幫他們營運其資金等 一次就算我分取一步 創業失敗這些知識和經驗 都可以幫助他們 輕易批准著市場重新開始 反而想問有方同學究竟打工還是創業 或者學到的技能對青少年來說 是更全面和深入 能對應未來組中的挑戰呢 多謝各位 各位大家好 青年投身社會 缺資金、缺經驗、缺人物的本質 有方沒有反對過 所以比較平台 對於打工和創業 就要看看何者更能夠回應這些不足 有方也沒有正面回應過 有方的標準 有方在公面的時候 有方在公面的時候 也已經知道 現在政府提供的覆 現在政府提供的政策 的確是沒有用 因為有方同學 一個手指都找不到出來 所以有方同學 今天就把我打工仔 待遇很差 為甚麼呢 因為香港起身點下降 但主編都說過 本該最低工資不斷調升 每個月三 每小時三十七個半 為甚麼是低有方要論證 比較之下 工資有保障 但創業沒有保障 請大家調查 反應四成 經常失敗 只有兩成有盈餘 有方說 創業很穩定 但有多穩定 他們的收入有多穩定 有方同學從來都沒有論證過 所以面對收入不穩 是否比法定工資保障 更好的待遇 所以有方同學 就說 原來今天的工資 會被人剝削 但有方尊重 其實是一直進步的 勞工福利 強積金政策 產業等等的成效 都沒有供應 何方 還有來自企業的員工福利 有方同學都沒有回應過 雖然資下有起碼保障 是否比創業要承擔風險 和毫無保障更加好呢 雙方同學剛剛公辯 剛才跟我們說 Wilson成功創業 但有些公司 財源六八個 很危險 但從來有方只舉出個別的例子 企圖去證明創業有多美好 但有方說的個別例子 正正就是我方說 在數據中少數傳沒的那些企業 即是沒有一成 但背後更多更多的失敗例子 有方同學有沒有理解過呢 這些失敗例子 往往都不被重視 因為只有成功的例子 才會報告在一種微光燈之下 有方這種以偏解除論證 又是否正確呢 所以事實上 主編講了很多不少的數據 證明創業成本存後第二高 青年創業四成大多都會窺 對於是難以存沒 有方無回應過 開建打工幫助累積資本 改進青年的不足 創意反而在消費中 青年資金不足的短處 而比較兩個選項的成本下益之外 亦都可以分析他們的最壞打算 講打工 有方同學剛剛說 這些裁員會很危險 被人裁裁裁裁 然後他們就會不穩定 但為何裁員就會不穩定 有方同學論證過 就算真的被人裁了 最多是找過第二份工 10年走的時候 還有裁職金賺了 但是青少年創業失敗機率高 小則起碼推損負債 嚴重的甚至可能會破產收場 但竟然有關創新科學的 原唱會議上 不同的商界 精英和專家都告解 青年創業失敗率高達九成 甚至要有破產業 甚至要有破產幾次的心理準備的時候 這些又是一般青年值得承受的後果呢? 所以為何有方同學說 已經退了 就說青年博得過 因為有時間 但面對於有時間的時候 再聽完後果 想問有方同學 為何青年這麼多時間 寧願急於一時創業 都不用這些時間 充實自己在未來創業 更加成功 謝謝各位 謝謝你 未來創造質詢 評判主席 各位早晨 今天跟大家說 缺年輕人有三缺 缺資金 缺人物 缺經驗 我們做一做看 剛才說缺資金 剛才說了創業 影仁剛剛畢業 哪有資金創業 但今天這條例是雙面題理 同等有論證責任 我剛才看不到 為何無端端端端端有資金 我剛才說了 主便一副重複了 原來不同的入息租中委員 跟大家說 這麼多年以來收益率跌了2000元 本來反對不到 跟你說是最低的工資 我剛才不明白 為何會起最低的工資 因為大學生逼人物 本來這麼沒有大智慧 最低的工資的時候 我剛才不明白 如果這個數據來增加今日的問題 所以本來又說了 那年輕人現在夾什麼 慢慢存錢 未來就創業 但如果本來就是離地 現在收入18000元的時候 連自己生計都還沒有好 還要做三餐 供養父母等等 還怎樣可以存錢 未來就可以創業 我剛才不明白 本來為何看日這麼離地 覺得創未來律師 慢慢創才是最好的 所以很簡單 原來現在創業是否真的無線呢 不同的基金 銀行組織 原來也有幫領人創業的時候 獎金獎品都非常豐富的 其中包括招商杯創業比賽120萬的獎金 香港支援創業15萬免息貸款 還有更多更多是不同的專業創業人士 指導戶的人 如果可以成為一個好的創業家 給你場地 幫你幫忙創業 創業 我剛才不明白 為什麼這樣呢 也叫做無止救 銀行組織 一定要解釋清楚 所以很簡單 今天獻缺經營成本 可以有基金補貼 但獻缺生活成本 銀行組織 打工有否補貼到 你一定要解釋清楚 所以第二點 銀行組織缺人物 缺經驗 所以你眼中就是什麼呢 就是打工學很多東西 很多人物 做很多經驗 但實際上是否是這樣 黃子華都說 現在香港的工作是很可憐的 朝九萬五 做的都是重複性的工作 只不過是發揮一個光碗上面 發揮自己的效能 但不是像創業一樣 是通財 學到不同的東西 由不同的權隊 市場的策劃 運資金 宣傳公關 全部都是創業的時候 就是通財學到 我剛才不明白為什麼打工 可以累積人物和累積經驗 你一定要解釋清楚 所以你要擔心失敗 但原來不同的公司 聲展 銀行 匯豐 新世界都不用說 因為即使你失敗了也好 他們都會請回一些初創失敗的人 為什麼 因為你有膽子 你是一個通財 這些通財都是現在看的東西 看看又怎麼可以這麼狹窄 所以結論很簡單 今天人物 經驗 創業可以累積到 但反而你打工是累積不到的時候 那方原來工學的這個三決 如果可以透過打工 能夠累積到打工好過創業 你以後要解釋清楚 所以說了什麼 就是你要追求穩定 但如果你的世界打工 真的這麼穩定 原來那方主席已經講了 跟他的才育學說是個別例子 但原來2020年 世界經濟高官和大家講 人工智能會逐步取代人員的職業工作 到2030年 有8億個大工仔都要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時候 你的儀婆確保香港人 不會成為這8億個的一份子 那以後一定要解釋清楚 所以說到沒有 我方他的成功例子 你還是個別例子 不要緊要 給你多一點 23歲的Vita 他是一個奉陪的師傅 他想奉陪回答他不急 反而自己創業 這個是不是成功例子呢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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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看的最重要是比較 我從一個很清晰的比較標準 但我用兩點和你比較 第一點和你講門檻 說創業的資金很小 不需要幫助 但為什麼呢 因為正確有資助 但原來我看前卓已經和你認識過 正確有資助也很符合 你能夠正確成效 我們看到就是清晰如何看這些資助 原來認一百年青年創業意向 那些清晰認為政府鼓勵創業的政策有用的 用了三成 原來創業者 清晰不止他們覺得他們沒有用的時候 明白他們覺得他們有用的例子 的論點去哪裏 所以本來很奇怪 跟你說 你打工的創業資金有嗎 但我看到政治業就是看到 今天打工不需要用創業資金 然後你去打工 最多是你把那些債務拿來 任你那份的利力 了除了 用什麼錢呢 我科目不知道 所以本來很奇怪 因為我們轉眼神跟你說 清晰完沒有負擔的不用怕 但剛剛二副的時候 又轉眼神跟你說 不是 清晰完都包袱大 又要公養父母 又要養家等等 如果可能你都可以 所以這樣可能很奇怪 究竟現在清晰完有包袱還是沒有包袱 有沒有負擔呢 如果可能你覺得他們負擔這樣 你只要拿一筆錢 去到一個風險這麼大的創業 那麼哪一件事 會影響到他們的負擔 哪一件事會加上他們的負擔呢 我可能就是看到 菜門更加加上他們的負擔 而第二點 可能用待遇和比較 跟你覺得打工的待遇不穩定 但我可能很奇怪 原來現時打工底下 有最低的保障 有福利點是不穩定 有可能沒有解釋過 甚至今天講的比較的變態 可能你的創業 你這樣解釋它的待遇是否穩定 一點都不穩定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九成的失敗例子 這些就是不穩定的情況 所以可能只是說打工的好 但無論創業為何可以 只是說打工的不好 但沒有解釋過 創業為何可以解決些不好的時候 比較的創業可能沒有解釋過 所以可能就跟你說 不如打工吧 經驗 人物這些 大家都能夠學到 大家能夠創業得打工才能夠好 但我剛才看到的就是不是這樣 因為說的 原來創業的成果是大 風險都大 但相反之下 打工成本細 風險沒有那麼細手 既然大家做到的事 在你眼中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這班青年 要用一個成本更加高 風險更加高的方向 去做一個成頭一樣的事呢 我可能沒有解釋過 所以 盡其量 本來這個立場 他跟你說 未來的工智人取代 但這不是很好 但問題是說現金 本來就是現金這個字 本來跟你說 何時會被工智人取代 原來是2030元 所以現況沒有這個問題 本來如何論值和變態 我方不明白 所以可能盡其量 都只是用幾個成功例子 來論值 說GoGoBen 我成功 Jason Wilson我成功 所以可能就是用成功例子 去勸掩到作家以為 你一創業就好像他不成功 但我看到他不是這樣 因為整頭的數字 來論證我 九成是失敗 所以我可能不敢和你討論 九成的數字 不僅要我和你講一些貼地的例子 講三十歲的路證明 十二年來 出現過三次 三歲的失敗 撤了一整百萬 負債累累 甚至一般公年港 成大雙方心王祖言 借了150去開餐廳 都是失敗 同樣都是負債累累的 那風險這麼大 你是否忍心見到一個 剛剛畢業出來社會的人 立即就欠任何多錢 過了餐 這就是一個最重要的生涯區 所以創業下 原來風險大成本都相反 打工沒有成本 收益穩定的時候不明白 為什麼創業是抄過打工 這就是一個 是一個 請問我 請問我 向你報告發言 時間為何心得了 我超時不懂得了 我正在進入 自由變化發言 將我放在三分鐘 百年時間 一到八年上的問號 又沒有宣布 民生發生的時間 不過我自由發生 人不在我 都在原發言 而每一百年 都需要做本文字發言 原發言 原本文字結束 再次護士發覺有便宜 處理發覺 分辨完所十一方 將病人控制重疑方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自由便宜來自現在開始 選定方開死去便宜 有風同學 22歲的Jason發展基权和你服務 現在70間分店 Jason有沒有做錯 有些成功例子 我們認同例子大業者 佔少數 問雙方如何創業會穩定打工 問雙方 問雙方是Jason的做錯嗎 沒有做錯 雙方憑固一成 有成失害自己 有方不敢回 問雙方你先 論正好先 再問雙方是否創業會穩定打工 所以雙方是雙方 雙方是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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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人再問回你 為何要出借打工 雙方 所以雙方遂認雙方 方一arest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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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ρεί 或二 即是完美 屆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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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更加不穩定的風險歌 首方我告訴你 是否有時間輸得起 但問題是你輸得起 你都要善用那些時間 你眼中是不是失敗都要善用的時間 我不是失敗人感動 現在跟你說失敗完之後 你知道升展銀行 會否銀行新興世界 你又說了些甚麼 所以有方向你覺得 失敗之後不重要 因為可以打工 那是否證明了打工更善創業呢 不是的 其實今天你連博的機會都不敢 就是打工之後會有成功 一成九成如果有機會失敗的話 升展銀行是否會請回 因為你有膽識 這個通才 所以例子 只有升展銀行 我都不簽給銀行 只有兩個 是否全部失敗都會請回你 所以升展銀行 會封得親世間 這三間大企業 原來是會請回這些創業失敗的人 所以成功不是繼續成功 非常之好 失敗又退路 不如我跟林鄭客 打工失敗被人工自然取代了 你的後路在哪 不是 有方說人工會請回 請回他們的人 不是在打工嗎 因為你自己沒有認證過 所以我先問你 你那裡人工自然那麼好 但是後來人工自然 2030年做復活 今天免費的現金 不是他們是打工 但是創業師 所以我問你 打工失敗 被人工自然取代 是怎麼算補償貸貸 我不是失敗了 我不是失敗了 所以打工不是人一成 不是今天不是說 誰先誰誰 你說誰更重要 所以人工自然 論不論證助會試過多少工作 百億大工仔 何時 這份工作是2030年 所以2030年 現金環境 他們現在出來打工 2030年十多年後 他們整個學年 突然沒有工作 或者十多年的工作 經驗 付諸流水 有軍同學 你不看 所以現金國 我們知道 是更加適合打工 只是數據未來 問你 就算是淘汰了小部份的工作 也只有一些低額的工作 同時也有一些 管理人工制業的工作 還有一些監察管制人 操控機行的工作 為何反而 都是失敗了大工 數學題 2030年 就是多少年後 就算有都好 現金貸下你 林鄭如果 甚至 先回答問題 面對著 透過飲食人的發掘 而衍生在那些職業 是否失敗了大工 10年後 2030年 現金青年 打十年工 我的工作 是否有個 我眼中所說 更新的 所以不同 可能有個數字的問題 因為一回答你 原來就算有一個 人工制人脆弱 某個份的工作也好 都會延伸到 更加多的工程出入 所以 燃料了這些工程 我都會覺得 創意更多一點 例如說 人工制入 林鄭否認證 你說有很多數字 因為你做運證 做運證 做運證 為何你良 被人脆弱 就在企股市 所以問回你 知不知道創業需要 甚麼是多難 創業需要的人很簡單 講人物經驗資本 林鄭否認證 就會有更多的職業 不是沒甚麼 是更多的職業 問回你 青年來說 或者是穩定的 還是不穩定的 所以人物經驗 和你說的甚麼資金 為甚麼青年做不到 為甚麼創業會做到呢 人物有些是初創支援 就算經驗的話 創業本身已經是累積的經驗 你大工做社份銀行 更好一點 還是你創業式通財 要做商業展貿 做公關等等 哪個學都更多 所以有方說 現在由政府資助 問方方 你知道審計算 怎樣批評這些基金嗎 所以你只是政府資助不夠嗎 清業也有資助 每年年租給你 心製的創方機 是否覺得那些非政府機構 都不清楚 有資助還是有資助 要看成效有多大 可以用數字來做成效 不是 你說成效不大 只是說政府十分之三分 大家是說私人企業 全部都說做得不好 所以政府資助沒有成效 私人的資助論證有多大成效 不用問成效 有方同學 照商杯創業比賽 給你120萬獎金 你嚴了嗎 如果不用說成效 你整個比賽上 沒有人參加 從來都是沒有用 所以清潔不選他們 不參加這些比賽 所以你的例子 你不知不得成效 所以你的資助 根本就沒有成效 問回到一些要儲錢的 清潔來說 創業一定能夠更加幫助他們 來儲錢 那當時招商杯 為何突然沒有人參加 沒有人參加 因為就是參加了 勝出的有案例 有180萬獎金 他們是沒有資助 給了一些錢的目標 所以現在不是招商杯 所以科學園 阿爾巴巴這些大公司 都會比試那些 初創企業目的就是 吸入這些新人 然後就更加可以發展 是不是這些公司 有人會做到呢 對 所有的成功 是指明10個入獄 一個 剩下了90萬獎金 我不敢回應的 所以我再問你一次 對於一些需要 籌集資金的一些資助來講 打工好一點 還是創業好一點 所以成功例子 10個都一個 大方法選擇一個都不看 不試的話 更加連成功的機會 都沒有 那麼久不斷做比較 所以打工 原來比日本市人取代 你現在沒有後路的 你學不到新的技能 更加難掩註 但創方 原來就算你失敗了很多 都依然有很多大公司 願意請你 所以有方法 資金人物都說不去 不如有方法 最好比較一下 究竟你是創業 還是去打工 哪個學到更加多的技能 所以我問我 阿爾巴巴巴 你覺得 阿爾巴巴可能會成功 但問題是 如果你像你二胡說到 清晰這麼大成單的話 你拼這個風險 這麼大拼 不是 有方法 現在就是這樣 拼了回成功 拼不到 一人就拼了 打工拼不到 後路在哪 你被人拼了 你整個學業被人取代了 那後路在哪 被人拼的後路是甚麼 被人拼後路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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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找多一份工 但你拼買的例子 拼買的後路是甚麼 就是負債留作工的例子 差一百萬 差一百五萬的時候 那我認為清晰出來社會 就應該馬上破產 作師被拼 去轉變 快到 держFE 各位老師Fit 明明正確的投入 沒有時間要否然 最後效果 所以 叹很失敗 破產成為柏納 去到處判斷 判斷 你必須說 你必須要提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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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要提拚 你必須要提拚 一些小b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方希望年轻人可以好好把握时间去闯一番事业的态度 很理想拋出一个乌托邦 但是香港人从来只占小数 但是靠胸口挂过总结 其实只是有方口中的倒仔身体 忽视香港现今的环境根本就不适合 对最后年轻人到底是开拓未来还是治国乘武呢 而众官全场可以用两个制御来总结有方 第一个制御是有香港的机遇 有方指出这件事创业的门栏很低 但有方你自己都没有确证过 为何门栏低就代表更性 因为打工的门栏同样都低 所以有方你根本就无比较良静 更甚至是有方你的门栏并不是真的那么低 有方一字符已经和你良静了 先考虑你口中所说的讲序 有几个人真的可以做到那么成功 那么稳定呢 你没有良静过 再看你口中的创业科技啦 你也都承认那些人的确是没有钱 要靠去申请政府的资助 但是打工一样有资助 更甚至是你自己去到后悬 都无论证过政府资助的成效是什么 即是举出两个孤例和一方论证 所以有一方自由便都退 都自吹说不买政府那些没用不紧要 用私人机后一点就行 打工你自己又是一样无论证过 究竟私人机后成效有多大 真的有多少成功的例子呢 所以有方也承认的确风险很高 只不过有方到后场说 不是 其实这帮年轻人输得起 但一副还没说过 人们输完之后还还债 但打工你被人炒了便坐稳过份工 成本上来说究竟哪个大一点呢 不如有方议便出来论证一下 所以第二个议证就是有方说的待遇 有方论证只是说现在的打工很不稳定 有些公司会财源起身点更加很低 但一副和你讲的最低工资你都承认有 但创业又有没有最低工资又稳不稳定呢 你无交代过 所以有方议附出来说不是人工智能 2030年可能取代了所有的工种 但问题有方你口中所说的2030年 即是不是现金 我方都不明白 究竟你为什么是在轮胜今天的电梯 所以近时的是你有方口中的例子 只是孤立运工数字你都承认 有方你全裁都无论证过 为什么是近乘于打工 所以以前的香港刚刚经济发展 欠地黄金机会有方都知 经济花可以穿出一个香港首富有方都承认 创造一天天的确很简单 可能你只要放下单混下东西 离制下一个鑽棋 但人物面时代风景都改变 过去的条件已经不能处在现今社会 我方不是想抹黑社会 但实际情况就是 以前人人都说好仔不当差 但现在人人都担着做警察 为什么呢 因为做警察有劳工保障 有高薪口识 有良好的晋升环境 但哪边有方以过去的社会条件 掩盖今天的香港发展 将打工说到是密手成规 故报自封 问回头 柯日方有没有想过 今时今日年轻人缺乏经验 人物资本 创业面对的成本风险 到底是有多么残忠呢 希望越大 失望亦越大 年轻人漫漫沿走去创业 旁人看上去好似好热圈 但在百物腾跪的枷锁底下 他们随时缺本无归 到最后美好的人生 无人胜利幻想 就只剩下一堆好户 狗扯康这些伴自首就逃之夭夭 相当如果他肯游低做起 在大东期间累积人物 了解市场上的运作 不同街坑模式 做到一定资本 再出去追寻梦想 为什么不是让你们先走 我走更实际呢 将梦梦想和一条闲鱼 也没有分辨 各位朋友先收到老师 虽然你都会鼓励学生追寻梦想 有个人代表未打好跟机 都要去追寻呢 都有个位 有个人代表未打好跟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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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打工还是创业呢 其实讨论了这么久呢 是一个世代矛盾 我方相信要拥抱时代 相信要拥抱挑战 我方依然拿着旧那套狮子山精神 黑虎内露打起一份风 相信总会有一份出头天 但狮子山精神也有分辨 有旧的时候 我方依然固步自封 抱着旧的那份黑虎内露的精神 是不是真的有出头天的一天呢 正常辩论呢 这个问题狮子依然未回应到 所以来到欠缘呢 索理一下有空堂的私围模式是什么呢 无非呢 是怕风险 怕息门高 怕输 所以打工也好 不用承受别人给钱你 你做事就可以了 还有福利 甚至举上法例保障 最低工资年年升 好像很好 但等等 大学生毕业大好青年 最低工资 是不是有空堂觉得最好的结果呢 狮子无论证过 所以我方甚至举出十个组织 所以工资不断升 那又怎样呢 大学生毕业生起身 低过93年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眼中 打现金社会环境 打工更新创业的社会现实呢 有可能不愿意我们做比较 所以看回实际成功的创业例子 前面讲的的Jason Wilson 讲了太多次 再讲一些 譬如说 中标设计比赛 准备开一间中标店 有美国的客户来订 户户送这些食物运送的应用 甚至大家用的food plan 等等这些创业的成功例子 一早已经围绕在大家的身边 有可能不断说 我方只是举一些个别的成功例子 但如果那么多成功例子 那么个别又 为什么不同的创业 创业的公司 会围绕在我们生活的角落呢 有可能没有解答过 所以我方说不是不想创业的 有可能他也承认原来有成功的例子 所以他不再跟我方论证 那些成功例子 是不是都要转回去打工 但他自己不断讲一些失败例子的时候 有失败是否只是一件怀事呢 有何也没有解释过 所以不如比较一下打工失败呢 被人财源呢 甚至被人工智能取代 2030年打十年工了 之后就没有了份工了 自由便分 有没有学律师被人工智能取代 有没有学会转一家律师楼 但是人工智能取代你整个学业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一个律师去做其他学业呢 转工的成本 甚至重新读过书 拿回另一个学位的成本 有没有学会有没有比较过呢 从来都没有 所以打工无后努 你学到的都只是一种的专业技能 但是看回今天作业呢 在学习的是通财嘛 不单止是你要做展某 你要管理你整个生产线 你要做公关 你要找其他学作伙伴 这些的经验是否有同学 打死一份工可以学到的呢 所以今天失败了不重要的 因为年轻人输得起码 他没有家庭的包袱 他没有养活其他人的责任 他年轻有时间 所以我方举出了一些大公司 升展汇丰新世界 其实是着重这些 就算创业失败的年轻人也好 他都说明了 觉得他们勇敢 他们有通财 所以愿意请回他们来打工 所以创业成功过 有可能都承认的 应该继续下去 但失败了 原来都有后务的时候 有可能和人有比较过 做创业和打工这个更加好呢 并不愿意和我们做最全面的比较 所以再看我方举 其实也不是不想创业的 他担心政府政策不足 只有三成的本意度很低 但自由便问 我方举我原来不得政府帮你 很多的私人甚至是非政府机构 都帮你的时候 比如说社会创新和创业发展基金 香港清源创业计划 甚至是一些免租给办公室做创业的例子 是否有方举所供的资源不足呢 所以你担心他最后破产 那破产是一间公司 破产而已 你打工你都可以满了份工 但青年有时间的时候 为什么不愿意放手一搏 反而有方举那样大学生 除了拿一份最低的工资 有方举就觉得满足呢 所以到最后呢 有方举我其实都承认的 其实现在呢 其实打工呢 可能是拿最低工资 有方举所说打工好呢 原来是要靠政府的一些 甚至是私人机构的一些老公保障 但是年轻人既然有时间 有心力有创业的时候 为什么不放手一搏 创造主于自己的时代呢 就是个位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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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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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